6月11日有网友爆料称,在明镇局看见曹云金与唐婉来办理离婚手续,随后曹云金发文承认,与妻子唐婉已于上午在天津明镇局办理了离婚手续,两人是因为性格不和及家庭关系的年姻和平分手,并表示依然会共同抚养女儿长大,也祝福彼此未来一切安好。 在曹云金承认离婚后,有网友爆料称,她的朋友圈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过与妻子唐婉相关内容,在知情人士给提供的截图中可见,曹云金朋友圈发布的相当频繁,但几乎晒出的都是女儿的可爱照片,或者旗下相声社的宣传活动,无唐婉相关,即使是两人结婚一周年纪念日,也没有在朋友圈提及相关内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